現在我要來揭曉我的生日禮物 那是什麼 等一下它不只一個東西是不是 嗨大家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現在在進口後面的是 哈囉 今天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一天 特別到我非常之想要把它記錄下來 那為什麼今天會很特別呢 總共有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今天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選舉日 然後呢 為什麼我會特別興奮呢 是因為我其實是首投族 之前可能在選市長或總統的時候 我剛好都不在台灣 所以就沒投到 那今天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旅行 我功名的義務 我要來投票 大家應該都有收到 反正就是有這些投票的須知 喔 好大喔 所以等一下要去投票 就要帶著選舉的通知單 然後身份證還有印章 然後都準備好了 然後還有一件事情呢 就是今天是婚姻平權的公投 當然公投還有其他的項目 我知道 其實像我的很多長輩 他們都不是很諒解這件事情 我是很相信說 每個人都有愛人的權利 我們任何一個人都沒有資格去評斷說 這個人他想要愛誰 為什麼不能夠讓婚姻也能做到平權呢 我今天特別買了一個東西 登登 我特別嚮往買了一個婚姻平權的棋子 今天就希望用行動來支持身邊的朋友 然後也去支持我相信是對的事情 當然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意見 不過你知道在這裡 這是我的頻道 所以我想講什麼就講什麼 為什麼今天這麼特別的第二個原因就是 這是你的生日 耶 很值得紀念吧 值得 好 今天應該會是一個簡單的Birthday Vlog 但是我覺得太值得紀念了 所以我們就等一下見 掰掰 我們現在要先去Starbucks吃早餐 然後再去投票 Why don't we go there and have some more wine 嗨 我現在已經在投票所了 然後我的投票所是進歐女中 然後我需要的東西都在這裡 所以我現在準備要進去投票 然後因為等一下進去 大家也知道裡面是不能拍攝的 所以我們投完票出來再見 掰掰 我投完票了 剛剛我前面的伯伯很努力想要說服我說 婚姻就應該要是要一男一女 然後我就只能很尷尬的笑了笑 Anyway 我現在心情非常的好 因為我完成了手投足這件事情 大家記得如果有投票就一定要去投 這是你公民的權益 影片播出的時候大家都已經會知道說 那個結果是什麼 但是我現在不知道嘛 還是希望可以有一個好的Ending啦 那我們現在呢要先回家 因為他想要Poop 然後我要回家做那個Thumbnail 因為今天晚上會上傳一支影片 想說要做一個漂亮一點的Thumbnail這樣 我好像也有一天想要Poop 好吧 我跟你說 我每次喝Starbucks的咖啡 我都會 就是超順暢 乾杯 哈囉 嗨 我點好餐了 這裡真的很美耶 往後跟同事講 下次可以來這邊辦活動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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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點的是牛肉起可頌 什麼Honey Chicken Yogurt Sandwich的東西 蜂蜜芥末燻雞三明治 喔 對 你說出來好順口 一眼有一個太習慣了 他每次試吃東西都會試吃非常久 然後我都會等到就不想要再拍他了 他們用的吐司挺不錯的 醬可能可以多一點 醬可能可以多一點 醬很好吃但可能可以再多一點 你要不要去跟他們說 一嘴起死 還不錯吃 不專業講解完畢 掰掰 我稍早不是要給你們看說 我買了一個彩虹旗嗎 然後現在旁邊剛好就有一個小公園 所以我想要來這邊拍照 一同公園 一同公園 他就是今天的拍照 我在想在那個公園上 然後那個公園也是彩虹色的 但是有很多孩子 很多小孩 所以好像 試試看吧 我們試試看 不想要讓人家 打擾人家 我們會嘗試不妨礙 I get I'm trying to find Let me 我還能夠 Hard up 好的 來OK一下 我們剛剛呢 在一同公園拍完照 然後順帶跟大家講一件很不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今天出門的時候 是帶整套的配套 就除了我的相機之外 我還帶了我的ROLD 麥克風 然後還有那個 酒鼻的指甲 整個看起來很專業 但是其實 拍的東西很隨便這樣 其實我到現在沒有什麼實感 就是今天生日這件事情 剛剛開始有些朋友跟我說 生日快樂的時候 才覺得 這是真的 我們現在找到第二個地方 覺得很可以拍這個彩虹漆的 然後我在思考 是不是要帶兵你啊 這樣比較好看嗎 好像可... Do you think it's better? 你在跟誰講嗎 在跟你講嗎 對呀 跟這個相反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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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做了一個很酷的照片 好嗎 我的腰很酸 我剛剛做了很多 20次 我剛剛做了很多 10次 然後我現在腰很酸 好嗎 Let's go 謝謝 你好 好腰很酷 好嗎 好嗎 我本人覺得太多了 好嗎 我心裡喜歡 好嗎 我喜歡 好嗎 有夠嗎 你喜歡 完全是 我喜歡 那麼 嘩 我們要去吃飯 我們要去吃飯 第一個呢就是希望爸爸媽媽還有解決 在乎的所有人都可以身體健康 這個很重要 第二個呢希望工作都可以 也不用到非常順利 如果有遇到問題都可以很好的解決 好最後一個 一二三 Happy Birthday to me 好可以了我把眼睛閉起來了 現在呢是生日的隔一天 然後因為昨天行程很滿 所以現在我要來揭曉我的生日禮物 喔 這是什麼 等一下它不只一個東西是不是 不只一個東西 你要我猜嗎 有很多東西你就看吧 好 這是毛毯嗎 先是一個棉被 這是我常常在地下街看到的那種 Yeah Cynthia每次在地下街看到 這個 這種軟軟的棉被 她就很想買 所以就買了一個 那樣子的棉被 然後你看它的設計 一隻一隻的怪怪的怪獸 OK 好 然後再來 來 妳每次路程都會買的 小充卵湯 但是每次妳去一個地方想寄信 因為我每次去一個地方玩 我都會就是寫明信片給朋友 或者家人這樣 上次在上海就是 我們要走的那一天 剛好是禮拜天 所以它就沒有開 所以我就寄不出去 所以如果carry的話 就不用等郵寄開 反正自己放在postcard上就可以寄 喔這個 蒸汽面杖 這是可以用的東西 好 Oh my god 它是蛋黃哥的扭蛋 喔 它摸起來好奇怪喔 喔 耶 喔 也是San Rio的 就一隻狗和一隻貓咪 因為妳每次都要狗和貓咪 所以就有一隻狗一隻貓咪 很Ian style的送禮物方式 今年生日很開心 雖然昨天已經知道說公投沒有過 但是我覺得這是往前邁進的一步 只是只要相信這個世界還是有愛的 這件事情不會停滯 我們繼續加油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啦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給我一個thumbs up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也可以追蹤我們的instagram 在這裡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這裡結束的影片 我希望你們大家享受 事情不會停滯 我們繼續加油 有什麼事情 OK Go Coup 快點去Coup 快點祝你順利 祝我一路順風 什麼啊 今天這位先生挑了一間很棒的cafe 叫PicaPica 就是My Cup My Cup